尼日利亞政府說,伊斯蘭激進組織博科聖地同意實行停火 以及釋放今年4月綁架的200多名女學生 尼日利亞最高軍事官員國防參謀長阿力克斯巴德 星期五宣布了這個協議,他下令所有軍官都遵守這個協議 政府預計停火協議即可申後,以便女學生得以獲釋 而博科聖地方面則未有關達成這個協議的任何公開講法 尼日利亞總統的高級助理陶富爾對美國之音說 基準分子原則上同意釋放被綁架女學生 他說過去談判從來沒有取得成果 不過這次他表示謹慎的樂觀